美國商務部下令對中國通訊手機的 這間跨國公司中興行最嚴厲的制裁 七年內是所有美國公司 有關通訊的零部件 絕對不能賣給中興 這個禁令禁絕了中興和美國 最重要的公司交易的可能性 中興公司包括中興公司在內 中國的商務部 中國外交部在這件事上 儘管你看到中國人跳樁起來 很多民族主義者 民粹主義者 但他們相對地很低調 甚至某程度上有求饒意味 中興的幾個高層 昨天在深圳總部開記者會 說美國這個做法是不公平的 中興是不能接受的 誓言會維護權益 不過他說美國商務部禁令 令這間公司進入休克的狀態 甚麼是休克呢 暈倒了 不省人事的狀態 對員工和消費者的利益造成損害 又指美國的制裁極不公平 不能接受 中興說會通過一切法律的手段 去維護權益 不放棄通過溝通對話解決問題 但美國商務部說 對不起 禁令沒有扭轉餘地或協商空間 將嚴格執行七年 整件事你看到 我昨天也有分析 美國那些女才 鋼才禁令等等 其實我認為那些是虛的 因為還未接受 中國有甚麼大豆提升 有關於入口的關稅等等 都是虛的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虛的 這宗聰明炸彈 一劍封喉 是實的 一招不僅使中興休克 其他都很擔心 因為全部都是標靶的射程範圍 儘管中興拼命在喊 我們會影響中興的生存 會影響到中興員工的範圍 也會影響到美國消費者的利益 同時也會影響到中興和美國 有很多公司的合作 那些公司的利益 所以希望美國政府能夠 再三考慮這種情況 可否有一個新的做法 一個新的轉環餘地 但中興在這個記者會內 套用了中國比較民粹 大家知道習大大堅持 我們自己開發芯片 怕你什麼 一種口徑 他的說法是說 在中國成長期來的全球化企業 將擔當起中國企業應有的責任 我們身後有強大的祖國和13億人民 讓我們克服各種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中國通訊的產品在國內有巨大的市場 有13億人民的支持 我們有能力 有決心 道過難關 而且他說 求人不如求己 將會加大研發投入 現在的公司各主要產品 已經大量使用自然專用晶片 最後說 我們絕不放棄 中興通訊的旗幟將永遠飄揚 這只是口號 究竟行不行 中興通訊的旗幟是可以飄揚的 但飄揚是否等於你的手機 可以繼續用 你所謂的自發 自機研發的晶片 是否真的 用得到 而且更重要的 我昨天也說了 廣大的偉大的 自強不惜的中國人民 究竟會否敢不敢用 我們祖國自己研發晶片的手機 說到這裡 我記起 我記起 我查出來 在網上流傳一張圖片 那張圖片 我覺得十至八九 都是準確的 就是一部手機 一部手機 在大陸好行 說好行的意思 可能因為便宜 可能在海外 第三世界 都有若干的銷路 這部手機很漂亮 名字叫做中國 但是它的手機中間有很多說明 當然是網民幫它搞說明 但是看起來 準確度相當高 第一 操作系統 即是Operation System Operating System Android 安卓是美國的 CPU處理器 ARM 是英國的 CPU的顯示芯片 ARM 是英國的 旗輪Soc 和機帶整體 是由三星代工製造 封裝的 是韓國的 內存 內存是否就是RAM 三星全儲 即是韓國的 然後屏幕 TFT LED LCD 由JDI提供 JDI是甚麼呢 日本的顯示芯片 由Sony Toshiba Hitachi 東芝日立 和索尼 是日本的 一個叫寧波信宇組裝鏡頭 是 順利全感器日本 類裝調色 NICA 是德國的 組裝是富士康 當然他去大陸有創 不過老闆是台灣人 簡單來說 這個中國品牌 很行的手機 由頭到尾 由女都愛 都是拍來品 中國自己有沒有呢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某條膠帶 可能是中國的 我在這裡 不像網友那樣 大中華膠 那些民族主義者說 你不要幸災樂禍啦 你要反國分子 其實我在這裡 我一點幸災樂禍的成分都沒有 我是一個很 很現實的人 對這些 無論是經濟 軍事 政治 力量的 較量對比 我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我不會從民族主角的口號去喊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譬如你航母艦是厲害的人 你的驅逐艦是厲害的 你的核潛艦是厲害的 你的轟炸機 你的無人機 是不是被人先進 全部有客觀標準的 不是你喊兩句口號 你會解決問題 譬如我們有網友說 中國有千多間 自我自己研發的晶片公司 是你有 做不做到 人家要研發晶片 非十年以上 二十年以上 都做不到 因為那個要求實在 太嚴格 太高 你做了出來 你免得推動市場 是沒有用的 沒有人會採用你的 有什麼意思呢 我就說如果這個手機裡面 由頭到尾 由內到外 全部都是外國科 包括美國 英國 韓國 德國科 如果中國自己碰 需要這樣嗎 當然不用 如果中國自己碰了 買的話 根本完全不是靠外面 全部是自己的 為何到今天 你成為世界工廠 出版那麼多手機 那些手機有些 在國際市場上的佔入率 是很高的 排頭五名之內 OK 如果說數量 那一分鐘會跑贏iPhone 數量的 因為它賣給第三、四個 為何裡面的內容 絕大部分都是外國貨 尤其是芯片 大家要問 這是什麼原因 是不是你喊兩句口號 什麼的其次永遠飄揚 就能夠成功呢 你不是拍抗日神劇 你不是說兩句就算了 你不是用念力就可以 令中國的芯片 讓你能夠立強國之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麻煩 那些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五毛 不要在我那裡留言 浪費氣勢 喊完就可以了嗎 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做家童的時候 八九歲 就是這樣的表現 日本人是誰 我們來 我們全世界最威風 八九歲 我們連字都不太懂 讀小學 我們就喊這些 今天 民族主義是幼稚病 這個說法 我深信不疑 呼籲大家 有個月定的計劃 用實質支持我 反應是 良好的 亦都反映到香港的市民 甚至是 本來是香港人 移居了去世界各地的人 香港市民其實都仍然是深 深系香港 他們在海外 很支持我 亦都是恆常地上去這個channel那裡 看我對香港的一些 時事的分析 當然有了大家的實質支持 我就繼續做下去的動力 大了很多 這個支持我希望不會間斷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我 有很多種方法 就包括 用一個月定計劃 你去這個網址 這個是我的blog來的 你去到 最好用一個網絡版 看到 用PayPal的 月定的方法 你說我不想月定 我想一次過 你用PayPal 是可以 一次過這樣 通過這個PayPal 去支持我 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 另外當然你都可以 入我的銀行戶口 把 支票也好 其他的方式入銀行戶口 我都是相當歡迎的 如果你想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你可以通過Facebook PayPal 還有一個方法 很多人都這樣做 就是 寫 劃線支票 抬頭寫我的中文或者英文名 寄去 以下這個地址 我都會收到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一年了 繼續支持我 希望我也都有一個動力 繼續 做這個 深藉口快的channel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環境 香港的形勢 香港的言論自由 其實是 越來越 惡劣的 我是 盡我少少的勉力 希望 在香港 仍然留在香港的 或者是移居了海外的 香港人 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 有一個 不同的了解和分析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 通過不同的角度 令到自己的頭腦清醒一點 然後做一個 明智的決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多謝大家